政府全面設立接任一個月 申報銷程都算暢旺 多個發展商都拿出申報出來推售的 包括現在身處的大國咀 行機的利奧方現期 利奧方首月都不例外都拿出去推售 這個盤共提供234個單位 近7成都屬於252至285呎的一房匯營來的 預計的關鍵日期是2025年的6月10號 現時況究竟有沒有吸引力呢? 為大國咀到利奧方首月 前身是4座6層高的大廈 行機花10年時間進行收購 並在2019年成功月底價11億4500萬同一業權 按地積比率9倍計算 可見樓面86778呎 相當於每呎地價13195元 整個利奧方會分最少7期發展 之後在大國咀到173至199號 萬安街16至30號還有另外兩期 所以類近間隔的小單位仍然陸續有例 利奧方首月坐落在大國咀到 博文街和嘉善街交界 背後還有一條牛巷連接著旁邊 正在被收購的唐樓地盤 圍著市區環境和景觀的變數 最值得關注的地方 現在身處在利奧方首月的東面 其實這裏就是新九龍廣場地盤的範圍一帶 前面除了大國咀到車來車旺之外 前面這裏還有一條高格的天橋 這裏會連接著西九龍走廊 所以車來車旺都會有草問題 利奧方首月的D至H室 都會受到這方面的影響 用平面圖可以告訴大家 樓盤以南和北分別望向區內的二手樓 向南面會望向富貴大廈 就算勉強避過富貴大廈 前一點都要看到海桃灣那邊 樓向奧運站一帶 但望海景的幅度其實都很勉強 包括BC室和A室的客飯廳 都是望向這個方向 至於向北面的單位 包括J室和M室的客飯廳 都會望向同區舊樓 我現在來到利奧方首月地盤以西面 前面的舊樓層不算很高 不過飯廳沒有把很多單位擺向這邊方向 只有K室、A室的睡房和M室的睡房 扭向這邊 為什麼呢 因為前面這個 是嘉線街3至25號 和國民街4至26號的地盤 其實都可能有些收購計劃 如果日後起樓的話 他會將他的景觀上去 開職方面 利奧方首月一房佔全盤多數 一共提供160個單位 免責由252至285呎之間 開職上繼續大玩去移動式間隔 所以有些房屬於僅房 有些屬於半拓門 或者是全拓門式 行機有不少納米樓都是用這種間隔 不過放眼一房單位的準買家 只是想提醒一點 大部分單位都是黑廳 開職上只有A室和M室光似 而A室更是唯一次有僱房的一房 只是他的景觀日後會受到重建項目影響 准買家要自行抉擇 兩房供應商會少一些 只有60個單位 包括D室、H室和K室 面積由322至353呎之間 但其實K室不是屬於完全的兩房間隔 因為其中一邊是沒有間房 屬於可見兩房的類別 看完開職 聯合花首遇的最大賣點 其實是去衛處奧運站附近 由樓盤出發前往奧運站 穿過匯豐中心大約需時5分鐘 還有附近舊區老店商店提供日常生活所需 只是當政府全面設立 其他區份的中小型住宅供應都相當澎湃 所以准買家都可以拉闊一些視野 譬如同系在深水埗通周街280號 同事建局合作發展的影案都即將推售 項目由兩座一共262個單位組成 使用面積由261至573呎之間 與李奧方首遇有點相似 他都可以依賴舊區的配套 雖然生活所需不缺 不過同樣是贏位置輸警官 樓盤熱西南原本望向南昌站 透過前方通周街公園 可以望到昂船洲海景 屬於全本的一線景觀 誰知前面都是車輛高速飛馳的西九龍走廊 除了比較多層之外 亦都會有車聲噪音問題 康城站都有新盤發售 由匯德峰和港鐵合作發展的康城站12期 Seasons Place 這個項目規模較大 因為全盤三座一共提供1,985個單位 首先推售第三座一共有650伙 樓盤的一房單位一共有240伙 面積由322至338呎之間 大約一半就是面積437至495呎的兩房 預計關鍵日期是2025年10月30日 相當於樓化期大概19個月 和之前兩個樓盤都相同 景觀不出色 甚至可以說是整個康城站上蓋最差的一期 因為它坐落在康城站正中心位置 原本新南方的單位 是唯一有機會看到南塘海峽的單位 但都會被Sea to Skype和LP10阻擋 至於其他方位 都會被周邊的高樓大廈所阻擋景觀 除了政府全面設立 已經獲批預售但未賣樓的發展商都會加快部署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新盤分析的資訊 就記得訂閱我們胡說樓市Youtube頻道 按下旁邊的小鈴鐺和最最後是CLS 下次出片你就不會錯誤 今天先聊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 麵andal 顏色 非常好 更多 喜歡